搜查行动15号在首都德里临近的古鲁格拉姆 以及科技中心班加罗尔展开 所得税部门的官员查看了公司的财务文件 账簿和公司记录 范围包括印度业务和海外交易 其中一些文件被查封 按电话用户数量计算 印度是世界第二大市场 印度政府去年已经将华为排除在5G试验名单之外 搜查行动的前一天 印度政府宣布 基于安全考量封锁54款APP 其中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的APP 新讨人电视综合报道